大家好,我是韩国媳妇迪芬妮 今天我们来做韩国宫廷菜汁酱汁豆腐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先准备一块豆腐 用手指量出长度 按要求切成八个大小一样的豆腐块 加入食盐 使用大葱的外表皮 切成长两厘米 宽0.2厘米的细丝 作为装饰待用 大葱和大蒜都要切得非常细腻 这样不会影响口感 加入适当的食用油 为了更好的煎制豆腐 用厨房用纸吸干豆腐表面的水分 调成小火 用手试一下温度 放入豆腐后 一定不要反复翻动 以免豆腐散开 我们来准备酱汁 分别加入一勺酱油 半小勺白糖 少许黑胡椒 用手磨碎芝麻 一小勺香油 少许蒜末和葱末 最后加入半杯100毫升的水 这时候豆腐煎得也差不多了 将煎好的豆腐装入另一个锅中 倒入之前调好的酱汁 开中火收汁 煮到剩下一部分汤汁后关火 最后加上汤汁 加上葱丝和干辣椒丝点缀 今天的韩式酱汁豆腐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韩国媳妇迪芬妮 欢迎下次收看 感谢观看